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們今天來示範一下 怎麼樣在你的電子郵件裡面 插入像這樣子的基礎器 怎麼插入這樣的基礎器 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個基礎器本來是放在 blog裡面 blog裡面這個基礎器 這個基礎器呢我要插到email裡面 怎麼做呢 非常簡單 而且要花錢嗎 不用花錢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把他複製起來 按右鍵 選擇 複製 然後呢再到email去 撰寫email 然後呢按右鍵 貼上 好 這樣就跑進來了 那你會發現 不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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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表示什麼 表示剛剛的這個動作是錯誤的 好 那我故意做錯誤的示範 因為 因為這是有 因為這是有有有有沒角的啦 那我現在來講一次正確的方式 再來一次喔 注意看喔 好複製 先選取 先選取 用滑鼠先選取 然後呢 那你按右鍵呢 如果是這個Chrome瀏覽器呢 他這邊 沒有辦法讓你做到複製的功能 因為我剛剛是選複製影像 結果他複製的就是圖片 那圖片會變成當下停留的那張圖片 所以沒有用 他不會動 你並沒有複製到程式 所以怎麼辦呢 好 再來一次喔 選取 然後這時候你用Ctrl加C Ctrl加C 如果是Windows的電腦 就是Ctrl加上C鍵 然後這時候呢 再到Email來 剛剛這張圖片就不要了吧 刪掉 因為他真的是一張圖片 在這邊 按右鍵 貼上 嘿嘿 你看 這樣子就不是一張圖片而已喔 他是真的會動的喔 好 那你說真的假的 到底 到底那個 真的會動嗎 那 我寄 寄到那個Email給你看好了 寄到Email去 好 Test Test 發信 好這時候呢 收到了 我把它點開 看 真的有在動喔 這個基礎器是真的有在動喔 好 那你說 那現在的很多人是用手機在收發Email 那手機的這封信件 的基礎器會不會動呢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手機的好了 來 看一下手機的 好 這是手機的 剛剛這個Test嘛 我剛剛 Test Test 這個主旨好 那我們把這封信點開看一下 好 出來了喔 你看 這個手機 我現在是把我的手機畫面 打在電腦上 所以你會看到 手機的畫面 其實他也是在動的喔 手機的基礎器也是在動的喔 所以這樣子 我沒有花到半毛錢耶 之前有一個也是教網路請教老師 他就說 欸我怎麼弄的 我是買什麼外掛 因為他去買國外的外掛軟體 掛在他的wordpress網站 好像還花了幾十塊 37塊還是67塊美金吧 就為了買一個外掛 可以把基礎器掛在電子郵件裡頭 然後我就說 這個不用吧 這個很簡單啊 就就就就我剛剛這個動作 複製貼上就可以了 他說 蛤怎麼那麼簡單 這樣我要花了67塊美金 對啊 所以其實我剛剛 我剛剛做這些動作齁 在懶人包裡面 我教很多技巧就是 這個是其實是 做製作網頁的知識啦 可是因為現在做網頁實在太簡單了 所以已經很多人沒有具備以前 因為我們是十幾年前就開始學網頁設計 所以我們知道裡面的原理 那如果你不知道原理的話呢 你就會被人家賺很多錢 那很多東西是免費的 像這個wordpress.com這個blog是免費的 可是這個blog就已經幫我賺了不少錢回來 那當初如果你都沒有花任何錢去租用 或是請人家幫你製作網頁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平台 那你就可以省下很多錢 光是一個blog就可以幫你帶來 你很可觀的收入 那像blog右邊我可以放圖片 去抄連結到我要的地方去啊 或是放這個動畫 它會這樣閃閃閃的動畫 或是像這個基礎器 這個基礎器免費的 blog免費的 然後到email裡面的基礎器也是免費的 所以也沒有買任何外掛 沒有花任何錢 所以在懶人包裡面的教學呢 這個也是我們會教到的地方 充分的去利用網路資源 充分的利用網路資源這個非常重要 其實在google裡面 有太多免費的資源可以運用 可是大部分的人不曉得怎麼去做整合 那要做整合 其實如果沒有人帶你的話 你就會跟我以前一樣學了十幾年 然後才有辦法把它整合出來 也許你的天資非常好啦 可以縮短更多時間 但是我在懶人包裡面教很多東西 或者是像我在群組裡面 群組裡面真的隨時都有人去提問問題 我都可以很快去幫大家做回答 那這個就可以節省你非常多時間 那像有五六十歲的朋友 他們也是在討論區一直發問 那在一個禮拜之內 就可以把以前學了好久的網頁設計 全部都學會了 甚至還可以去接案幫人家做網頁設計 那短短的時間之內就可以培養這個接案的能力 這樣不是非常好嗎 可以幫你創造自我價值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網路行銷懶人包 還有將來的影片行銷懶人包 會教到更多這些技巧 美工的技巧 突變動畫的技巧 還有怎麼去錄製像這樣一樣的技巧 那你好我是原來爸 好謝謝大家 我是原來爸 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